德国逃兵拼命地奔跑 身后的士兵不停地开枪 他们吹着耗子唱着歌 但却故意将子弹打偏 显然是在玩弄这个垂死挣扎的猎物 逃兵冲进一片树林 汽车开不进去 他趁机躲进树洞追兵同时赶到 追兵在树洞上方停步 没有注意到下面的逃兵 此时是二战末期德国节节败退 战场上的逃兵越来越多 而上级命令对待逃兵格杀勿论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逃兵名叫赫兰德 躲在树洞中逃过一劫 随后他遇到另一名逃兵 赫兰德决定与这个同道中人结伴前进 两人偷偷摸摸来到一处农舍 打算偷几个鸡蛋缓解饥饿 但是鸡叫声吵醒了农户 逃兵大都无家可归 为了生存没少偷到 所以农户们都很厌恶逃兵 同伴不幸被农户抓住 最后被农户用叉子活活扎死 赫兰德独自逃了出来 现在他又变成了孤独的一个人 他漫无目的地向前走 突然发现前方有一辆军车 刚刚熄灭的火堆 和没来得及拔下的钥匙 说明车主人刚离开不久 趁着没人赫兰德一番喜劫 除了找到几个苹果外 还发现一套崭新的尚未军服 这下不仅有吃的还有郁寒衣物了 赫兰德果断换上军服 仿佛自己也成了位高权重的军官 于是他在雪地里自嗨起来 突然背后传来声音 赫兰德有点反应不过来 老兵自称与部队走散 希望赫兰德能够将他收编 赫兰德一看老兵这样就知道 他肯定也是一个逃兵 赫兰德最终决定假戏真做 收下老兵当小弟 因为他无法拒绝老兵脸上的谄媚 随后两人来到一家旅馆 赫兰德想借着军服蹭吃蹭喝 但是老板不吃这一套 德国都快没了谁管你是哪个军官 赫兰德早有应对 他告诉老板 自己是上面派下来处理逃兵的 谁家受损失需要什么补偿 也是由他来负责 发现赫兰德影响自身利益 老板立马热情起来 看到老兵饿死鬼一样的吃法 老板开始怀疑他们的身份 赫兰德注意到了老板的目光 于是他强忍恶意细脚蔓延起来 他的优雅成功地说服老板 吃饱喝足后该干活了 老板拉出一个因偷盗被抓获的士兵 赫兰德现在需要 履行自己的审判官职责 他几乎没有犹豫 拿过老板手中的枪处绝了逃兵 过去的逃兵赫兰德 也随着枪声响起而死亡 现在活着的是上尉军官赫兰德 他知道此地不宜久 于是又一次赶到之前 偷过鸡蛋的农舍 本来他是想来装备的 但是屋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个德国逃兵抓着一个寡妇 强迫他和自己跳舞 突然德军上尉闯了进来 双方立刻拔枪对峙 赫兰德早已将自己带入上尉角色 于是他开口呵斥逃兵 逃兵反应过来对面是军官 赶紧把枪放下 但是领头的逃兵也发现不对 赫兰德的裤子极不合身 由此可见这个上尉是冒牌货 他不仅没有揭穿赫兰德 还主动请求赫兰德将他们收编 因为这样他们就有了编制 而当逃兵被抓会被枪毙 赫兰德强装镇定 两人各有各的小心思 保持现状大家都可以活下去 赫兰德将小队命名为赫兰德卫队 继续出发混吃混喝 并且在路上又收编两名炮兵 赫兰德真的将自己带入成上尉军官 一次车辆损坏时 众人都下去拉车 只有他端坐在汽车上享受服务 领头的那个逃兵看不下去 他大声质问赫兰德 最后直接端起枪对准了他 眼看领头的就要说出他伪装的秘密 一车德军县兵队恰好赶到 县兵队长也是一名上尉 他先对这群闹事的士兵进行一番检查 然后就要查看赫兰德的士兵证 士兵证赫兰德有室友 但那是普通士兵证 一拿出来身份就暴露了 赫兰德告诉队长 自己是元首特派的 前来处理逃兵的审判官 在这里竟然遭到怀疑 他回去后一定要将待遇报告给元首 听到这里县兵队长收起了严肃 对赫兰德称兄道弟笑脸相迎 不仅仅是元首的威慑 更重要的是赫兰德的工作 他是前来解决逃兵的 而县兵队长所在的军营 有大批逃兵需要处理 于是他邀请赫兰德前去军营 赫兰德也在这里见到一个熟人 军官名叫荣克也是一名上尉 他就是最开始追捕赫兰德的军官 不过赫兰德现在穿得像模像样 荣克尚尉意味深长地说看他眼熟 但是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他更需要利用赫兰德去处理逃兵 二战末期德军大量逃兵需要审判 但是临时军事法庭抑制不过来 逃兵多的牢房都快不够用了 而且他们在里面混吃等死 甚至比前线的士兵都要安全 军营的食物本来就不多 还要养着一群废物 尚未想借助赫兰德所说的 他元首特派审判官的身份 将整个军营好好清理一番 赫兰德不负所托 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先干掉五名逃兵 军营司法官觉得这是草菅人命 于是他提出查验赫兰德身份 赫兰德还不是最着急的 有人比他更着急 宪兵队队长早就看司法官不爽 他不想让司法官阻止这个 好不容易到来的逃兵审判官 于是联系了自己的高官亲戚 高官得知赫兰德的工作后非常支持 不久后一通电话打到司法官手中 上级不仅没有查验 反而痛快地给了赫兰德 处决逃兵的最高权限 处理完这个小插曲 赫兰德继续进行审判 后来他觉得这样太慢了 于是想到一个简单的办法 德军是如何处置逃兵的 他们将同胞推入土坑 接着让士兵架好高射炮 临死前逃兵还唱着祖国的伯歌 上位赫兰德一声令下 土坑中瞬间血肉纷飞 赫兰德冷漠地捂住耳朵 其实心中惊恐无比 因为他也是一名逃兵 他是一个冒牌上位 为了力助人设并树立威信 他只能选择不间断地杀人 处决一直持续到深夜 士兵们早已麻木 他们机械般地装弹开枪 有的逃兵第一波没被击中 被尸体覆盖仍然存活 赫兰德看着旁边一脸不忍的同伴老兵 同情心只会害死他 于是赫兰德命令他下去处理存活的逃兵 老兵缓缓走进了大坑 抬起了对准同胞的枪口 事后军营举行狂欢 两个会说相声的逃兵没有被处决 他俩卖力地讨好赫兰德等人 突然外面有两伙人发酒疯打起了架 赫兰德直接对他们进行审判 宣布打架的几人全部死刑 然后让两个说相声的逃兵去处决他们 其中一名逃兵果断开枪 另一名逃兵受不了赫兰德的荒唐 选择开枪自尽 第一名逃兵默默捡起他掉在地上的枪 再次开枪射击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柜子手 上尉请裁缝修改过长的裤腿 只穿内裤出现在士兵面前 但是士兵们脸上只有尊敬 他仿佛变成了一名真正的上尉 认真的履行着虚构出来的职责 直到有一天 盟军的飞机攻入这座军营 赫兰德侥幸存活 他将剩下所有存活的士兵收编 又开始了他最开始的巡回审判 其实也就是蹭吃蹭喝 他们在一处豪华酒店中举办舞会 赫兰德正在跟一个美女聊天 逃兵头子竟然直接过来挖墙脚 赫兰德当时没有发作 但在晚上他闯入两人房间 自己留下与美女继续睡觉 手下则带走逃兵头子处以刑罚 第二天他就审判了逃兵头子 随便安上一个罪名直接当街枪局 赫兰德没有想到 这竟是他最后一场狂欢 他们遇到了一伙真正的宪兵 宪兵没给赫兰德面子 一查发现他竟然不是上尉 只是一个简单的士兵 于是他被带到了真正的临时军事法庭 然而真正的审判官 就像假冒的赫兰德一样 随便说了几句话 就把本该死刑的赫兰德发配到了前线 因为审判官觉得赫兰德是个人才 他虽然假冒军官处理逃兵 但是逃兵本就该判处死刑 所以赫兰德也不算滥杀无辜 赫兰德也赶紧表明立场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 要知道他最开始就因为 不想在前线打仗而成为逃兵 所以他说的为了祖国是不可信的 果然赫兰德选择越狱逃跑 他踏着累累白骨 缓缓走向了黑